这是 我是恐怕要突破仙天了 门主入入仙天 就算昆虚界地先旗帜 也奈何不了我们被穷派 重生五年 今日 我是仙天 云风 你刚才看见什么了吗 我隐约看到 那光团里 似乎是神话传说中的 昆童 老师 主人 老师 您突破到仙天了 主人 叶天人发来消息 说有紧急情况 要与您商谈 好 恭喜臣前辈 突破仙天 臣前辈 藏仙谷内的状态非常不乐观 现在是什么情况 禀告天人 最近仙门的波动越来越强烈 似乎是有人想要强行劈开仙门闯过来 按照那态势 恐怕要不了几天了 你不是说 仙门在半年后才会开启 仙门在半年后才会开启吗 半年后是仙门自然打开 但他们现在是动用空间秘宝强行劈开仙门 这种变故 这种变故超乎了我们的预计 防范攻势根本来不及完工 既然是使用空间秘宝 哪怕提前过来 最多也就两三个报了 无需太过担心 但两三个地仙拥有的破坏力也非常恐怖 如果拦不住他们 华家极有可能会生灵涂炭 那你们的意思是 如果可以 我想与陈前辈两人联手进入葬仙谷 把他们拦截在昆仑深处就地歼灭 好 不如我们直接用清单把仙门炸了 仙门就在葬仙谷内 但我并不知道仙门的具体位置 葬仙谷到了 你不知道位置是怎么穿越仙门的 又怎么知道仙门不稳 我们每个要来的人 都会领取一枚通行令牌 令牌和葬仙谷的法阵连成一体 只要在谷口激发它 就会被转移到仙门所在的区域 不错 那片范围很小 只占葬仙谷的一小角 其他区域都非常危险 仙门中人的令牌 只能本人使用 我们要怎么进去 很简单 打进去就是了 好 学仙子 我等发动令牌 前往仙门等待两位天人到来吧 嗯 我十数年前 在深入百丈处 发现了一株珠红色异果 只有拇指大小 晶莹剔透 里面似有火焰燃烧 我服侍后 便修成了地仙之躯 后来 还找到了上古会员们一位前辈 留下的两件法器 和半部残侧 就匆忙撤了回来 那应该是一枚珠燕果 你若准备充足 完全可以凭那宝果 直升先天 既然这藏仙谷有一株 那就应该还有 我们若能得到 胜过一切严寿灵丹 你看 那是不是前几批进来的战士 龙将战术开甲 是我们自主研制的超级战甲 足以扛得住神经的攻击 藏仙谷危机四伏 你多加小心 好 可惜这些灰物 似乎有阻碍神念的物质 否则我们精神一扫 这百里大阵 就都在眼底了 以金丹法阵的强大 怎会允许你动用神念 肆无忌惮探查呢 不过还是挡不住 我离火金铜的目光 跟我走 张师兄 你说陈天然他们 大约要多久才能到我们这儿 他们会不会遇到危险了 这才半天不到 你急什么 以陈天然的实力 藏仙鼓拦不住他们的 放心吧 什么情况 不可能 不是说要好几天才会过来吗 县门剧烈震动 有人动用秘宝强行穿越 师父 我们怎么办 陈天然他们还没来呢 两个迅速离开 通知世俗界 我在这里等陈天然 如果实在等不到 我再离开 我再离开 希望陈天然能静走开了 昆雪界地先又降临了 该死的 严谨超不是说还要好些天吗 这怎么办 风雨攻势还没有见号 拦不住那些人呢 怕什么 陈天然与叶天然 已经深入藏仙谷 有他们在 什么狗屁地先都冲不出来 一方万一 我们也准备战斗 召集昆仑众人 与北穷派 陈天然与叶天然 能够境尖来敌 护我华夏 雪仙子 您感觉 哪位帝先会过来 空军秘宝传送能力有限 要么是金玄道 要么是天雷宗 如果只是一两位 陈天然与叶天然 应该不惧吧 未必 如果来的都是帝先中期 陈北玄未必能等住 这应该不太可能吧 帝先中期 都是各大宗门的顶层人物啊 先门开了 灭情道的七爵老人 雷阴山的怒艳尊者 还有雪深宫的冷月仙子 竟然以此来了三位帝先 看来昆虚界 对千叶学等人非常看重啊 冷师叔 您怎么来了 不要说话 还有大人为之呢 清玄道 长河界限 这可是真正的大人物 昆虚界最顶级的界限之一 看来真的有出大事了 啊 难道 还有人要来 雷 雷行地先 这还是天雷宗第二号人物 剪辞于汉室 雷行地先 雷行道友 此行动用的是你天雷宗镇教灵宝 唐一 你回事 既然雪神宫神女在此 那就由你讲述一下 为何我宗天明子和雷破天都尽数陨落 禀告地先 事情是这样的 你说他们都被陈北璇所杀 而那陈北璇现在就在这藏仙谷内 是的 既然这样 直接杀入藏仙谷中 找到陈北璇 将他带回昆虚界 交由各长教审讯 男子士族陈仙 也算有些天赋 可惜不该惹我昆虚大教 等师叔 常和前辈 陈北璇实力很强大 他 凡臣帝先 哪能与我昆虚大教相比 千雪 你无须多言 是 你是什么人 禀 禀告这位帝先 小人是黑水门的阎警超 天明子死了 你们却活着 于是投靠士族舰 按律当主 阎警超以为昆虚中帝先 应该不会计较他 却不知道 雷行帝先杀法决断 眼中哪能揉得下沙子 陈北璇 我曾说过 你做错了 现在报应来了 你能顶住吗 藏仙谷在别人眼中 是洪水猛兽 连昆虚中帝先都记得 但在我眼里 却是一个纯天然宝库 踏着吞天图的 诡异恐怖之处 真是超乎世人想象 到了 天有秦王 水有蛟龙 山有兽皇 他们所居住之地 别的凶兽 是不敢踏足的 这里 必然有一头百兽之王 太古火源 没想到在地球上 还能见到这种蛮荒异种 这尊太古火源 虽然只是先天出气 但却是洪荒血脉 论战斗力远胜血足 陈前辈 我们还是退下吧 无需招惹如此大敌 若是太古火源 压自立宝 既不这样 就战吧 该死 我若灵架和战剑还在 何至于此 太强了 陈前辈 我们一起相扶这妖魔 不用了 区区小兽 我一只手就足够了 大秦拿手 这种妖兽畏微而不怀得 若敢反抗 就只能下死手了 这 我和他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过了 我问你 这藏仙谷 可有什么灵丹宝药 你说在藏仙谷深处 有一株宝树的果实 可以让凶兽化作灵兽 叶兄 我们先去找到那种宝树 再去仙门吧 这 严景超说 仙门还有三五天才会开启 去一下应该没事 好 这里有战斗痕迹 估计是陈北玄等人 我们追 过了前面那条河 就到了 丹纳河中 有一条独角 也是一方霸主 已经修行八百年 实力与我相差无几 是 是 果然和你一样 走吧 宝树就在那儿 这株宝树 每三百年 才结出三个过时 到时候整个葬仙谷的 妖狩八柱 都会来自 绝处高低 奔享三枚果实 无时果实后 不仅能进阶灵兽 还会获得雷系一能 这是 这是罕见的雷结果术 只会长在原刺山之上 雷结果的功效 是祭练雷系神通 雷系神通 是天明子那样的 风雷双赤吗 区区雷光赤 只是九流神通罢了 吞服雷结果祭殿的神通 至少要强好几个档次 不过这里 是整个藏仙谷 妖兽霸主们 最关注的地方 而且那雷结果树 有法阵保护 除非在它果实成熟后 否则任何人 上次摘取都得死 那我连山一起带走 去 区区法阵 也能阻我 吞天神通 住手 快住手 臣前辈 专心收宝树 我来阻止它 来不及了 给我住手 什么 死 我说过 这雷结果树不能动啊 谁敢动它 就会成为整个藏仙谷的敌人 这是 六尊灵兽 外来者 立刻收手 否则 死 何须夺言 我们一起上 将这两人和那头蠢猴子死成碎片 我只是顺路 和他们不是一伙的 难敢无视我们 找死 杀了他 快留 竟然有雷结果树 不枉我动用宗门至宝 你们替我拦住这些灵兽 夺得雷结果树后 我天雷宗 远出十万灵石 分给诸位 好 你就是陈北玄 记住 杀你者 乃是天雷宗 雷行地先 灭魔神雷 陈前辈 翻来世俗界 确实出了天才 难怪能灭掉 玄罗和天明子 可惜 你不该触犯我昆虚大教 我等为天庭后裔 你们只是繁琐众生 以下犯上 暗虑当诸 不知死活 这是什么神头 灭魔神雷 制刚制药 足以粉碎一切法宝秘术 却被悄无声息地吞噬掉了 法针破了 快抢雷结果 拦住他们 我天雷宗 处十二万灵石 封开 这宝术 若带回去 每三百年 我就要避出三位先天 而且能够修行顶级神通 这宝术是我先看见的 法阵也是我破的 还轮不到你来脑 谁 陈北玄 本座还想放你一条生路 你若趁本座拿宝术时逃脱出去 还能多活些日子 是吗 雷行上仙 您先取果树 我来杀掉这陈北玄 再慢一步 葬仙谷内真正的寿王就要降临了 先饶你一命 你要饶我 却不知道 却不知道我还没饶你呀 老子 你的对手是我 来 几星蛇魂壁 滚 你上当了 你先尝尝 我这灭情七幻之术 不自量力 什么 齐菊老人连陈北玄一直都支撑不住 这还是世俗界的人吗 他怎么这么强的 还好我修行了替死神通挡了一下 竟然没死 不过你那神通 还能再救你第二次吗 好 灭情旨 粉 燕 杀 兵破神光 死破 该死 金燕佛猪 真烟金刚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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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抵挡一位地先攻击三天三夜 去被他一击破去 他竟然把我的神通吞了 吞天 这到底是什么神通 下地狱吧 不 才不过数日 他的修为又高了一截 也许 你确定 这家伙 真的是世俗界的人 雷兄 我等恐怕遇见大敌了 常和修 你替我拦住他三刻 我就能取走雷结谷 好 三刻 我替你拦下 陈前辈 我来替你拦住他 你快去想雷结谷 不用了 就凭他 不要说三刻珠 便是连一弹指都拦不下 数字狂妄 我就看你 怎么弹指败我 十方孽绝剑道 爱你 一拳足矣 他的真缘 怎么会如此恐怖 仿佛被迷汪洋 剧 身剑合一 人神欲剑 这是清玄道无上剑术 十方精武 灭绝六道 喝 不好 不好 猛人 绝是猛人啊 哈哈哈哈 长河老友 你只需要再拦得两克半 我就能躺出手来 瞧瞧这凡俗小子 什么是先门威严 不能碰触 奇怪 长河兄呢 那是长河的配奸 剑修历来剑在人在 剑王人王 难道长河败了 你说要踏灭我北穷派 更要抢夺我宝树 你认为 我该如何收拾你 小子 我雷行纵黄昆虚剑 还不曾拒过谁 你若罢手言和 我可以和你平分雷结果树 天明子之势 也可以既往不救 否则 就别怪我玉石俱焚 去 小子 我这就让你看看 本座纵行昆虚的绝学 天雷眼 光雷双翅 死电精雷刀 什么 一 一掌 便是清玄道主和天雷宗主 也不可能一掌击败雷行帝先呢 你乃是千年难得一见的绝世奇才 你若入我天雷宗 我保你成为下阵天雷宗主 区区天雷宗不过尘埃 你敢放言灭我满门 就应当承受代价 到了你我的层次 当之亲人朋友 最终都会化为尘土 何必在意那些 废话少说 来战 既然你一一决 那就来决一死战吧 刀来 死雷狂躁 此刀 乃是我天雷宗镇教智宝之意 今日 我就以此道 斩你于这藏仙谷内 准灵宝 凡人手持此宝就可以斩杀先天 你有此宝在手 难怪敢大言不惭 可惜你面对的是我 胜不于宝 战过再说 我来助你 是清玄道主的化身际剑服 成何进行此时可以借得清玄道主一颗中力量 何人 敢动雷杰果兽 是藏仙谷的至尊强者 天使真君和墨其林来了 诸位藏仙谷兽尊大人 雷杰果现世 但现在最重要的目标 是杀掉陈北玄 否则 我们谁都得不到雷杰果 敢动雷杰果兽者 死 谁 受死吧 人 陈前辈 他虽有天资 却不识好歹 终究难逃一死 陈北玄 你终究太自大了 若是能听雷行上仙一言 何至于此 终于 等等 那是什么 太好了 陈前辈没事 那是 坤鹏吗 怎么可能 这头怪鸟异兽 是什么东西 就凭你们也想杀我 今日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神通绝学 其林火 一起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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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不掉 师叔 拼了 拼了 下一个该谁 快退 不 八尊灵兽 四位帝仙 禁术覆灭 太强了 他到底 还是不是人啊 我终究不是坤蓬真身 强行吞噬四位仙天中期 已经超过了我的界限 以后 还是得注意一点 吞噬这些人的修为后 我的真源大约只能成长一成 效率太低了 不过 这吞噬神通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剥离血脉之力 这麒麟神火不逊色坤蓬的吞天之力 迷火金铜 正好能容纳天下万火 可助我炼成金氏大神通 虽然墨麒麟只是拥有一丝血脉 但也足够了 陈前辈 那头太古火源逃脱了 哼 我在他体内射了禁止 他逃不掉的 哎呦 哎呦 尚先饶命 尚先饶命 我再也不敢了 随你处置吧 是 终于没人打扰 可以收掉雷结果了 去 其 借千帝之力一用 炼 收 陈前辈 这雷结果树就这么炼化了 原则山经过千万年雷结淬炼 早就充满灵域 乃是天生保护 只要懂得控宝之术 就能炼化 这种天才地宝 乃是打造灵宝最好的材料 若能将它融入到我的五雷印中 说不定能炼成一件灵宝 叶舅 这雷结果暂未成熟 等成熟之后 我会分你一枚 啊 陈前辈言中了 您只身镇压昆虚界重敌 不为苍生与华夏 我只是来旁边打打下手 没起丝毫作用 怎敢拿雷结宝果 你不畏身死 连连上来替我拦住大敌 我也并非无情无义之人 拿着吧 多谢陈仙师 耽搁了这么久 该去仙门了 走 这是怎么了 又有仙门中人要过来 不太像 这仙门 似乎出问题了 所谓仙门只是个空间通道 此时它非常不稳定 随时要坍塌 难道是之前雷行帝仙等人 强行穿越过来 干扰了仙门的运转 这么说 没人能从这里穿过来了 短时间内绝无可能了 除非修成金丹圆英 才可以硬扛时空乱流 不过两三年之后 仙门彻底稳定 说不定就会稳固常开 足够了 有这两三年我们能做好准备 到时候让这些昆虚界地仙 尝尝现代科技的威力 仙门不稳 也意味着我短时间内没法去昆虚界 寻找离开地球的天路啊 小法 你有心事 爷爷 小秋 我可能要离开地球了 离开地球 什么意思啊 他曾问我关于上古修仙者 踏天路而去的事情 难道 爷爷 小秋 我如今已经修炼到先天境界 这个世界对我而言 已经像一个牢笼一样 没法再进步了 小法 那你准备去昆虚界吗 但仙门好像关闭了 昆虚界比起真正的修仙世界 差了一大截 否则上古修仙者也不会一弃他 我所求的是寻到天路 踏天而去 前往真正的修仙星辰 我所求的是寻到天路 前往真正的修仙星辰 修仙星辰 难道在地球之外 还有其他星辰存在 上面还有修仙者 当然 宇宙浩瀚有亿亿万星辰 自然也有亿亿万生命 地球只是宇宙边缘的一颗蛮荒星辰罢 这不可能 从来没听说过还有其他星辰存在 你们所说的地球 就是唯一一颗生命大星了 如果地球是唯一 那么上古修仙者又去了何处 这 小凡 你是不是从那里来的 放心吧 我不是什么老怪物夺蛇 也不是外星人附体 我就是我 陈凡 很多事情我没法和你们解释 但总有一天我会全部坦白 嗯 我不管外人怎么说你 但你就是我陈淮安的孙子 我陈家之龙 那你真的要离开 只是有这个想法 还没实行呢 仙门还没解决 这地球还有众多危险 我怎么好放心离开呢 我好怕 你去不回 不会的 原来陈北玄 来自天外世界 难怪一身修为 鬼迷莫测 无法解释 难道 昆虚戒正如陈北玄所说 是遗弃的救途 对了爷爷 我给你看一件东西 这果实 您叫雷结果 乃是天生宝药 修士若服下 加上我的帮助 可以直升闲天 直升闲天 我在藏仙谷 得到一株雷结果树 尚结三棵果实 一枚给了叶晴苍 一枚我自己用了 最后这枚 我想给爷爷您 这样我们家再添一味先天 我离去也安心了 不行 你给别人吧 我老了 要这个有什么用 爷爷 我有自信 在未来不久 我随手可取这样的保药 到时候 让你们每人入先天 都易如反掌 这一次之所以让您服用 是因为在所有人中 以您的心境最为高远 可以快速掌握先天的境界 爷爷 小凡说得很对 您服用吧 好 那我现在就布置法阵 遮蔽住山顶 疯了 一群疯子 那结果哪能直接服用 而且给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 纯粹是浪费 今日 我祝你住先天 神圣神果 如果不用密法炼制 消除其中雷劫之力 便是一般地仙都不敢服用 小凡 没事 晋升先天乃是游人化仙的一步 必须用脱胎换腹 洗脑伐随 不吃苦头 怎能晋升先天 我之前凝聚青帝长生体学 也经历过这一步 我会护住爷爷的神魂 保个安全 雷结果是雷系薄果 若用它重塑肉身 可以替爷爷直接练成一门雷系灵体 雷黄体 上体灵体 可掌控雷霆之力 天生风雷双翅 青楼殿炎 还可觉醒九种神通 是最适合爷爷体制的 宁 小凡 爷爷晋升先天了 还没有 只是刚刚凝成了先天灵体棒了 接下来还需要打破天门 精气神合一 才能真正晋升先天 瘦身 晶元 神石 三折一 开天门 得赶紧将这些异象遮住后 说被人发现 就起不到杀手锦的效果 凝起成云 关盖千里 这就是 一步天人啊 入了天人我才知道 这里确实是个大牢笼 小凡你放心去吧 我会护佑陈家的 好 老师 林文威联系我 说初中同学想记一句 您去不去呢 林威威 是在似水时的小伙伴 见见吧 有好多年没碰面了 文静 小凡 你们来了 姓陈的 你终于来见我们了 你这家伙死哪去了 要不是小静告诉我们 你还活着 我们都以为你失踪了呢 这么多年没见了 过得怎么样 常年在外 没去似水见你们 是我的错 我先自发三杯 好轩 这就是你们常说的陈凡吗 是的 小凡 这是红蜜 我们刚订了婚 说起来 当时文静突然消失不见 你小子跟着也失联了 结果我们联系上文静 才发现他在你身边 哎 你们俩是不是 看来吴俊杰心中 还是放不下余文静啊 文静最近跟着我 学习了一些东西 啊 跟你学什么东西 他们不知道陈凡的身份 但我知道 陈凡是江北陈大士 苍龙少将 文静跟着你 我就放心了 来 小凡 我敬你一杯 要说还对我来说 这些年啊 我遇到的新鲜事 可真不少 大家和上一时的际遇 都差不多 平安 充实 嫂子 你怎么了 浩萱 我看到圈子中的一位大哥 坐在隔壁宝箱 你陪我去见他一面 敬杯酒 既然是你大哥 那应该去拜见一下 要不我们大家一起过去敬杯酒吧 我那位大哥地位非常高 其实 我也只见过他几面 这次能在京城遇见他 也算一种机缘 你若能得他一点提携 可以少分能二十年 那人是谁 这 说了你们也不认识 一群土包子 算了 浩萱 你快去吧 我们朋友什么时候不能聚会 这种机会难得 那 我去去就回啊 你们先吃着 浩萱找这老婆 不知是福是祸呀 现在就这世道 没办法 是啊 我考上军校后 本来要分配到大军区机关部的 结果名额就被别人顶了 我爸气得好几天没睡着觉 老师 虽然我现在要提携他们 只是一句话的事情 但 个人有个人的缘法 不要轻易打破他们平静的生活 把他们卷进来 未必是好事 是 是我们自作多情了 人家根本不认我们 连门都不让进 没事 大家都有过 这不算什么 我们继续吃 所以 那个人都不认识了 那些人到底是谁 是 萧玄 萧玄 萧玄可是堂堂萧家大少 燕京这一代的领军人物 他怎么会出现在北岸餐厅 拦下我的是江北魏家的人 我透过门缝似乎看到魏老三了 据说当年魏老和萧老爷子是战友 两家一直交好 江北魏家 小凡 萧玄 魏家不是和你很熟吗 小凡只是个普通大学生 哪认识什么魏家 你别开玩笑了 我确实认识魏家 还和他们有一些事没有解决 浩萱 你陪我走一趟去敬杯酒 敬什么 自然是进魏家和萧大少了 浩萱这是在做什么啊 脑袋昏了 先刚才丢脸还不够 嫂子 受不定小凡真认识魏家人 浩萱跟着她也能见到萧家大少 岂不真好 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走 一起去看看 萧少 您难得来一趟江南 我魏家澎壁生辉啊 我带老爷子敬您一杯 我爷爷与魏爷爷是数十年的好友 我替他老人家来看望一下魏爷爷 也是应当的 以后子亲与你结婚了 咱们就算是亲赏加亲 不用这么拘礼了 小凡 要不还是算了吧 一点小事而已 这杯酒今天一定要敬 不是早说了 魏家的招待贵客 闲杂人的不得入内 阿彪 好久不见了 陈 陈大师 你既然在 那魏老三必然也在 正好 我有笔账和他算一算 干什么 不是交代 不让人进来打扰 子平 怎么了 陈 陈 陈大师 您怎么来了 来敬杯酒 聊一个仇怨 魏老三 当年我命你管理云雾灵权 许给你一成的利润 我对你魏家人之意尽 你却在我失踪时背叛我 投靠鸿门 更夺去了云雾灵权 莫非你以为 这笔账 我陈某人不会和你算 我错了 我错了陈大师 陈大师 这些都是陈年往事 不如我们坐下来说如何 我陈北玄恩怨必报 你魏家的恩 我当年已经还清 现在 你魏家的仇 我也要拿回来 陈大师 这件事 使我魏家对不住您 不知道您 能不能看在老朽的面子上 饶了老三一次 魏老 魏老三的所作所为 你知道吗 老三确实犯下大错 我知道的时候 已经晚了 只求陈大师 看在以往交情份上 饶老三一命吧 既然知道 你却没有让他事后补救 有什么脸来向我求饶 这 陈大师 老三罪不至死 你要什么 我魏家一定竭尽全力为您办到 只求您饶老三一命 我想要的 你魏家拿不出来 魏老三 我带你入国室 你却如此报答我 你说 我该如何处置你 陈北玄你有点过分了 魏三也不过是拿了你一点云雾灵权的钱 你要的话 我还给你如何 还钱 把我父母逼入绝境 让陈家几遇覆灭 你说用钱来偿还 陈北玄 你别以为站着自己击败叶将军 就能横行滑下肆无忌惮 难怪看小玄哥哥都有些怕他 原来陈北玄这么强了 陈大师 老朽无言对你 但请看在香蕉一场的份上 饶了孽子一命啊 今日我若放过他 未来谁都会来我面前求情 到时候 谁还会把我陈北玄放在眼里 文静 魏老三就交给你处理吧 是你 魏 不 狂妄 太狂妄了 你说此行事 上头不会走容你的 魏老 我第一次见你时就说过 我陈北玄恩仇必报 今日我敬你一杯 了断这段恩仇 七日之后 我与魏家 再无瓜葛 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文静突然出手对付魏老三 而且陈凡似乎还有其他的身份 叫陈北玄 等等 他就是天人陈北玄 打赔来叶秦苍的苍龙少将陈北玄 你其他都对 但有一点错了 前不久老师镇压昆虚有功 已经被华国授予苍龙上将军衔 什么 我今年才二十多岁吧 就已经收封苍龙上将了 那他的地位不是和叶秦苍一样 魏爷爷 这件事我会如实禀报爷爷 一定会给您与魏家一个交代的 啊 老三咎由自取 愿不得他人 魏爷爷 这已经不是您自己的事情 陈北玄如此死无忌惮 不能容忍 好吧 怎么都不说话了 小凡 你这也太牛了吧 刚才简直像拍电视一样 还有文静 刚才那一只太帅了 太有侠女范了 我总算知道 文静跟着你 到底需什么了 喝酒喝酒 咱们离多俱少 就不讨论这件事情了 干干了 文静你也教我一手啊 魏魏你快喝酒吧 我们走了 拜拜 总算了了一段心事啊 老师 我们不出手 帮帮他们吗 这次去魏家敬了杯酒 他们也在 仅凭陈北玄朋友这五个字 他们就可以横行无际 还需要帮什么 那魏家和萧家那边 我感觉不像要善罢甘休的样子 我和魏家的恩怨已消 终究故人一场 不愿再做纠葛 至于萧玄 他若不识食物 我便不会再留守了 什么 一人凭仙门动乱 连斩五味地仙 你不会在言辞中啊 得罪陈天人了吧 爷爷 我困着 你想再死一次 并且把萧家也拖入深渊吗 爷爷我错了 您别生气 你可去给陈天人请罪 他不宽恕你 永远变回萧家 原来陈北璇已经这么强啊 我魏家终究错了呀 陪着父母小雄多玩了几天 该收回心神 全力寻找天路了 上古修士离开地球唯一的办法 就是星空传送阵 只要找到他 把他修复完毕 我就能登天而去了 昆仑须暂时去不了了 几个绝地中 目前只有血海是最适合探索的 但血海中就是黑暗血祖一地 里面说不准有什么危险 还是先去西方教廷打听一下 亲爱的孩子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我要见你们的主事人 你要见教皇 很抱歉 教皇不在这里 不过教皇会定期来举行礼拜仪式 到时候你可以来参加 我要见的 不是世俗的那个傀儡教皇 而是你们教廷真正的主事者 凭你还不够资格 速速离开 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哦 你要怎么不客气 赶来教廷犯事 狂妄无知 十字光剑术 来人啊 有人上场教廷 抓住他 住手 福 福 福兰西斯陛下 圣福兰西斯陛下 愿您立护教廷度过劫难 尊贵的陈北玄阁下 我们做错了什么 只是您登门问罪 你就是教廷这一代的主事者 我想找主事者 可惜他们不听 上来就拔剑相向 你们教廷就是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阁下 您身为当事第一人 何需与凡人计较 您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 好 我要你教廷交出关于七大决定的所有资料 与古籍 什么 那些资料是牺牲了教廷无数高手才搜集到的 他竟然想全拿走 阁下 这些都是我教廷机密 不会外界 请回吧 是你们自己说 我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 出尔反尔就是你们教廷的作风吗 大胆 弗朗西斯陛下 我请求动用才决队 制裁这个擅长圣地 羞辱教廷的狂徒 制裁他 制裁他 阁下 何必如此 交出资料 我立刻离开 我教廷自当遵从阁下的意志 去 将所有关于七大决定的资料 都取出来 交与陈北玄阁下 资料都在这里了 上 陛下 您为什么让步 我们教廷有诸多法证和圣器 完全可以和陈北玄一战 他的背后 是古华国传说中的神兽昆蓬 有吞天弑地的力量 圣子大人 你做的对 我们还没有做好出事的准备 陈北玄来求取七大决地的资料 极有可能是前往血海 那必然要和血海中的妖魔撞伤 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而且我隐约感觉 陈北玄已经知道我的存在了 诸神黄昏之战 外遇大敌入侵 星空一变 找到了 古老大门 仙台仙门 虫洞黑洞 古老大门 就是各族文明 对传送阵的不同表达方式 不错不错 通往星空深处 这绝对是一座星空传送门 看来黑暗血族的始祖非常强大 否则不可能修筑星空传送门 只是这道血海深处的门 有七个血液在镇守 难怪教廷千百年来都没有攻入血海深处 但血族为什么不现世呢 难道是受了什么限制 不想这些了 看完资料就出发了 最近来血海探险的人越来越多了 他们不会真以为血海里有吸血鬼吧 都是一群网门看多了的少年少女被洗脑了 但前几个月 好几个村的人都被人血洗了 据说是有人要举行祭祀 唤醒沉睡在血海中的吸血鬼 看来是黑公爵为了唤醒血祖留下的手笔 那只是意外罢了 可我听说 昨天夜里整个丁湖村上百人又同时消失了 昨天又有人消失 难道有人想要唤醒血海中 那六尊纯血血族 好浓烈的阴沙之剑 前面有一股浓郁的黑暗力量 看来我距离目的地很近了 这里才是真正的血海 用亿万生灵的生命浇灌 凝聚而成的血海 这笔债 我会替他们讨回来的 奇怪 怎么这么多普通人 六大血祖呢 江初然 你怎么在这里 陈凡 好巧啊 你也是坐星环集团的船过来的吗 之前怎么没遇见你 这座古堡太神奇了 里面有许多壁画都证明 千百年前确实有吸血鬼的存在 一旦发出去肯定会震惊整个世界 什么星环集团 这里很危险 你跑进来做什么 这是星环集团资助的探险 若是来这里搜寻血族的证据 我就跟着过来了 探险 太荒谬了 一群普通人 竟然敢来到教廷都无比忌惮的血族沉睡之地 你说你跟着星环集团的人进来 他们人呢 那就是他 海森木先生 他资助了此次探险 还顾传将我们带进来 嗨 女士 女士在叫我吗 你 你杀了海森木先生 等等 你们看 海森木 是个机器人 血海深处 便是神境都不敢踏足 外面的鹰乌煞气就足以夺走普通人的性命 你将他们带到这里 想要做什么 想要唤醒尊贵的血族大人们 怎么能不准备祭品呢 陈北玄 这门大礼正是给你准备的 星环集团 智能机器人 难道 幕后黑手是 祭品 他说的 什么祭品 自然是唤醒血族们的祭品了 快看 这种东西从前里出来 我的妈呀救命啊 你真的有吸血鬼啊 陈凡 这 这是一个局 一个针对我的杀局 只是没想到 把你卷进来了 放心吧 我会保护你的 你 别了 别了 你来者 上次请入我座灵地 暗日荡猪 四头仙天初级血族 两头仙天中企 怪物 好多怪物 那些智者们 想靠你们这群废物来杀掉我 我已经把你们的伙伴血族 炼成丹药了 你们黑暗血族的血脉还不错 不比高级灵兽差 这就死了 自然没那么简单 是什么 这是神之气 曾经遇过真实的神仙 你想到 落入你的手中 外来者 你确实很强大 如果你愿意放下身后的地平 我们可以允许你离开血海 如果我说不呢 那属于是性命来 你的血海之中 我都是无敌他 这十里血海 还是用无数人族的生命凝聚而成 我为人族大能 是要为他们报仇 上 满天锤 我不是不死之身 再这样下去 迟早会生昏破碎 彻底陨落他 启动黑暗猎神阵 起 开 你们这个法阵 应该是七个人才能完整启动 少一个就威力大浅 根本威胁不到我 吐天 该死 该死 他太强了 还不好 不 你单敢杀掉奴斯凡 我一定要抓住你的神魂 让你永生永世都活在痛苦之中 伟大的师祖 请介于我们力量 辞吧 辰 陈北轩 在这片血汗中 我们就是诸宰 你不但不能 竟用一丝天地之力 而且连烈亚都得不到补充 哈哈哈哈 锁 便是与天地为敌又如何 我一刀就可以斩杀你们 斩 区区几只吸血臭虫 也自以为能掌控领域 操纵天地 这样 沈北轩 你看荣幸 你是第一个 让我们动用血海本源之力的神 没用的 这股力量太强大 你们根本没法驾驭 刀忙 恒天 斩 怎么可能 不 霍华德 别急 马上就到你们了 死 陈北轩 死吧 血落斩 辞电十三斗 这是分刚的法阵 随我来 终于到了 这是什么 这是鲜血之门 是我们伟大的师祖建立 通往最初之地的大门 他们终有一日会通过死门回归地球 到时候 整片大地都会化作鲜血海洋 我们血族将主宰整个世界 这只是一座星空传送门 通往宇宙深处的某颗血族星辰报了 没用的 外来者 这道大门 只能用真神的神血才能开启 真神之血 你会永远被困在这里 生生世世 化作枯骨 活躁 你想离开地球 有这个想法 对了 你说的那个星环集团 是什么来历 星环集团是最近两年 崛起的一个高科技集团 但没想到 他们竟然做出这种事情 你面上自助探险 实际举行黑暗仪式 惯喜邪魔 前世根本没有什么星环集团 看来是那群智者们搞的鬼 不对 智者们不可能以为 仅凭几头血族就能奈何我 除非他们还有后手 那是什么 一为百万端极的清单 陈伟璇应该活不下来了 他死定了 没有人能扛住核弹的威力 接下来该联系首领 准备对北丛集团进行围剿了 那里好像是 血海的位置 小凡是不是去到那里 老师确实是说要去探测血海 那小凡岂不是很危险 师祖莫放心 老师乃是折仙将士 绝不会有事的 相信小凡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保护好自己 得他回来 不好 小凡最近受星环集团的邀请 去谈生意 已经出发了 什么 糟了 核武的威力太强大了 我虽然没在核爆症中心 但也吃了他一半的威力 如果只是我一个人 未必会受伤 可还有江初燃 和星空传送门在 可惜我力量中就弱了一处 没护住传送门 星环集团 先找个地方疗伤 身后 作用复仇 北穷集团是一个非法公司 生命原液乃是有毒药品 它造成了成千上百人的死亡 我们将对北穷集团的总裁 方穷提起诉讼 M国严密扣押方穷 无法营救 龙汤总部被攻占了 歇言带着弟子暂避锋芒 花果顶着压力没把我们交出去 也已经尽力了 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河谷的威力太强了 几乎摧毁了我的身体 我必须要尽快复原 现在的速度太慢了 也不知道爸妈他们怎么样了 那六头血组陨落的时候 我用神通将他们的精华全部封住了 本来准备回去炼弹 现在看来只能直接吞服了 火火炼蹄 倒心不变 这么久了 去灵弹都要吃完了 传番怎么还没醒来 伤势复原还炼成了神体 该去复仇了 小婷与诸多神经 集合了全球的黑暗势力 往我们北穷派来了 师祖母 你也去建功吧 我们留在这里就行 北穷派与北穷集团 是小凡一生的基业 我作为他母亲 必须替他守住这份基业 让小云留下来吧 他也修成通玄了 留在这里也算一份战力 好 我们有老爷子这个后手 实在挡不住 再退入青龙大阵中 我就不信教廷一个圣者 就能押服我北穷派 周围的人输散完毕了吗 输散完毕了 并且在外围设下了禁区 说这里有军事演习 市民们不会过来的 乱定监高手 北穷派未必逊色 但北穷派拿什么去 挡教廷那位圣者 不好说 父亲来之前告诉我 陈北轩此人谋划深远 必然会留下后手 快看 有人来了 是婆龙门的骨家大师 这国的伊士大神官 还有一国黄金神庙大祭司 教廷来了 他们开的是圣传 据说他能悬负在天上 七天七夜不会坠落 陈北轩抢走了我教廷数十件盛气 以及众多古老秘卷典籍 这些请北穷派交出来 老师才不会要你教廷那些破烂 但陈北轩杀我师兄罗魔这件事 举世皆知 不错 我国五尊鬼神被他捉去当气灵 只是六大神社只剩下我一世 这个仇不能不报 我所无意 你们想灭我被穷派 尽管来战 战 战 神怜悯世人 可惜世人愚昧 不知敬畏 去 我笑天 教皇陛下 你是客人 如此所为 太失礼了吧 什么 北穷派除了陈北轩外 竟然还有一位帝仙 那不是陈怀安吗 他怎么修成帝仙了 原来这就是将军说的底牌啊 陈北轩果然有鬼神莫测之力 没想到啊 是我小瞧陈北轩了 圣子大人 请您出手吧 这是 天使 无名亚伦 神之幼子 我虽然修成雷皇帝 但直面一位圣者与天使 依旧处境艰难啊 圣十字剑术 九天神雷 听我号令 去 雷雄派若交出所有功法 我可以做主赦免你们的罪 妄想 再来 雷电求牢 神发剑术 神发剑术 我没事 如何 你们若愿在神仙忏悔 我会宽恕斐雄派 斐雄派宁死不屈 无完不灵 你就是 青龙大阵的阵灵 我早就算准了 哈哈哈 大崩灭术 终究败了 就这样完了吗 今日之后 地球再无北穷派 杀 这是 陈北璇 我就知道 我陈怀安的孙子 不会这么容易死 大家一起上 不可思议 芸芸 妈 你们没事吧 放心吧 我们没事 我这把老骨头 还能再撑五百年 我陈北璇向来恩怨分明 本来是想放你们一马 你们却来围攻我北穷 今时 我就用天使的血警告示 犯我北穷者 杀无赦 大言不惭 这不作甚何 大崩灭术 大财绝术 光明神剑 独痛不痒 怎么可能 他竟能硬抗我的三大神术 并且毫发无伤 受死罢 去 天使降临 准灵宝 此剑名为天圣怒火 乃是我父亲才九天神铁 以天堂神炎打造 凡人 你很强大 有幸见证此神剑 区区一只光明族的两次天使 也敢和我这般放肆 便是光明族的主神我都曾斩过 大胆 竟敢吸毒神灵 准复之剑 太恐怖了 圣子败了 逃 既然来了 那就留下命来 裁决者 日诚被宣 死 不 凡人 你当敢杀死神在世间的使者 当神降临凡尘的时候 你将永坠地狱 只要敢来 想他就是了 大胆 牺牲之剑 神圣之剑 守护 这是 此外 副神赐予我的守护神术 他凝聚着副神的力量 便是十位地相围攻 也没法破开防护 是吗 火天斩 没用的 这道神术出自真神之手 足以免疫真神之下的一切攻击 陈北玄 你很强大 我甚至在你身上看到了副神的影子 可惜你不该与我们为敌 等着副神的审判吧 等等 怎么 想要道歉呢 已经晚了 不 我在想用什么方法 既能破开这个乌龟壳 又不伤到你 毕竟 我还要用你练丹呢 你 罢了 这一刀 本来是为昆虚剑老怪物准备的 就让你先见识一下吧 这是雷玉战魂经中记载的雷玉神刀 不 困 输 我等拜见陈天人 陈天人神威 两位圣者 诸多神经和宗师 数百位黑暗强者 竟敌不过沉犯一人 这是真正的一人压世界啊 布鲁克大人 陈北玄活着回来了 下次还想要引诱他进入河豹区就难了 没事 我们还有最后一张底牌 只要掌握他 就掌握了陈北玄的命脉 您说的是 你可把我担心死了 我以为 以为 放心吧 妈 我没事的 对了 小琼呢 他怎么不在 师母啊 被M国扣留了 是星环集团董事长布鲁克 邀请他过去的 什么 小凡 你别急 M国知道你回来 肯定会把小琼送回来的 希望如此 不好了 他们要公开审判 风秋小姐 全球同步直播已经开始了 我拒绝认罪 那些罪名 都是你们栽赃于我 和北琼集团的 你的意思是 这些指控都是虚假的 是 神天人 M国特使 已经到达燕京 他表示血癌的事情 是误会 以后 绝不会发生 方琼小姐 也不会在审判中 受到伤害 但她会在美国 做客一段时间 卑鄙 一边剑拔弩张 一边假惺惺的道歉 这明显是用风秋威胁陈凡 另外 M国那边说 如果您不接受和解的话 他们会不惜投放核武 而方琼小姐 将被判处死刑 各国都纷纷致电过来 希望您能顾全大局 暂时接受和谈 核武一旦开启 地球都会毁灭的 小凡 爸妈 我知道 这几年因为我的所作所为 扫乱了你们的平静生活 但我不得不再任性一回 方琼是我的妻子 我曾答应她 守护她一生一世 这一次 我不想退绕 小凡 你去吧 马支持你 该死她 M国抓她未婚妻 她找我们J国干什么 警告警告 前面是J国灵魄 你必须立刻停止前进 否则将示威战争行为 捆 这是 万幸人入侵了吗 阔长 我已经命令在J国的 所有战绩起飞 拦截陈美玄 不对 她的目标是航港 是我们的航母 敌虚 有敌虚 什么东西 开火 炸眼间 这里就变成分须了 这里是M国国防司令部 敌人即将袭击横港 你们立刻做好战斗准备 报告长官 横港 已全军覆没了 敌人 只有一人 既然你们要挑衅 那我就绝不会手下留情 这简直是恶魔啊 这短短一个小时 我们位于东亚的四个军事基地全被损毁了 现在不是声讨的时候 我们必须判断出陈北轩的下一步动作 命令航母舰队立刻撤离 解锁核武器 陈北轩现在在哪儿 之前卫星还能捕捉到陈北轩 但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 不好 立刻命令电磁炮开火 这就是你们的底牌吗 那可是电磁炮啊 它竟然空手接住了 去 立刻给国防部发消息 我要核武的授权 我要把这个恶魔炸成灰气 是 长官 怎么回事 进阵了吗 长官 陈北轩在攻打我们基地上面的火山 你叫个疯子 紧急查播一条新闻 就在刚才 Z岗的火山被人为摧毁 导致了巨大的火山爆发 根据我们从视频中的画面 以及上传者IP地址分析 此人很可能来自华国 是陈凡 那可是M国啊 他怎么敢 这里就是M国国防部了吧 部长 总统在摧毁我们 到底能不能打住陈北轩 立刻启动战斗机群拦住他 另外 我要求总统 受于我动用核武的权利 是 我的上帝啊 肉身扛导弹 这还是人吗 前阵 起 去 我们懒疑镇压世界的战斗机群 在陈北轩面前 不可以击 阁下 下命令吧 命令战略部队 逃放核武 他还活着 肉身扛核武 这绝对不是人 到底是神灵还是魔鬼啊 看来现在可以勉强扛住核武了 既然已经测出极限所在 凭你们这些手段 也能炸到我 既然你们不死不休 那就让你们看看 我被修仙者的大能吧 你们说 那个陈北轩难道是神灵吗 他怎么那么强 闭嘴 再强大的敌人 也会被我们打败的 那是什么 五行术法 天陨术 是陨石 快逃啊 五雷印 大五行神灵 该死的 你们不是说陈北轩的那件武器还在充能中吗 为什么威力比之前还大了十倍都不止 方穷小姐 在证据面前 你的辩驳苍白无力 哪怕你不承认 我们也能把你送进监狱 我坚信自己无罪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天哪 苏武京 劳伦特 你怎么来了 阁家 我们还是终止审判吧 有大事情发生了 什么大事情能够打扰这场全球十亿人观看的审判 你看看这个吧 这是 快跑 小凡 就是你们 要审判我的未婚妻 就是你们 要审判我的未婚妻 星环集团又何物偷袭我 M国囚禁我未婚妻 还要审判她 深觉得我陈北玄 是好欺负她 尊敬的先生 请您冷静 这只是一场误会 误会 还有别的说辞吗 尊敬的陈先生 您这样无助于解决问题 您的未婚妻 还在我们手中 也许您不在意 但您的家人和弟子们呢 他们并不像您一样 拥有无惧合武的力量 是吗 那就用你们这大地的三亿众生 为我妻子的陪葬吗 啊 阁下 你赢了 M国 请求终战 小穷 我来接你了 小凡 你受苦了 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小穷 在这里等我 那你呢 我要去星环集团 清算一些仇怨 逝者们 轮到你们了 他这是要做什么 大清洗要开始了 愿神赦免世人的罪过 他来了 你们的政府已经投降 你们还要顽抗到底吗 罢了 尊敬的陈北权阁下 欢迎您的驾临 我此来 轻一笔战 算一段仇 阁下 有些事情 并非您想的那样 你们为星环集团提供战舰和情报 甚至清淡 身为人类 却与一族为伍 当杀 麻雅神庙 能量屏障 看来就是这儿了 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智者们 能扛得住我几击 不愧是麻雅神庙 竟然能挡住我一刀 再来 不好了 首领大人 陈北权来了 布洛克大人 看来那些政客背叛了我们 我没想到连核武都杀不死他 而且 他竟然掌握那样恐怖的武器 难道东方的修仙者们 真的如此强大 甚至凌驾于科技文明之上 大人 外层能量罩的能量储备 已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预计七次攻击后 将会破损 首领大人 现在怎么办 都有能量武器 让陈北权见识一下 我们玛雅文明的力量 这是 警报警报 能量储备已不足以比喻攻击 警报警报 怎么会 首领大人 怎么办 没办法的话 只能这一步了 这是 陈北权 我们并没有生死矛盾 完全可以和平解决 之前的种种冒犯 我族会给予足够的赔偿 否则再战下去 只会两败俱伤 就凭你这艘破铜烂铁 也配与我谈判 王我 没想到数千年过去 这艘战舰 竟然还有点威力 不行啊 我们根本打不中陈北权 他还会不时地攻击我们 来死的陈北权 雷神之鞭既然没用 那就启动弑神炮 这下应该死了吧 什么 剑阵 骑 更新剑阵 去 上个纪元 玛雅族凭借这艘战舰 足以硬汉金丹 可惜 他遇见了我 五星神雷 警告 警告 防护罩能量值 已降到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 动用储备能源 大人 储备能源是我族 为了飞出地球 寻找祖星而积累的关键资源 如果度不过眼前 这一贯 今日 就是我族末日 锤子挣扎 去 与我 撤 立即出手 小猴 他竟然如此强大 不计法宝到处惊天 肉身也如此恐怖 将他引入大西洋中 动用末日武器 直接把他撕成碎片 这种黑色金属 似乎与世神之毛的材质近似 不过哪怕再强大 也只是一件死物 怎么挡得住我 哥斯 这是什么 首领大人 外面的主装下 快要扛不住攻击了 发动超级能量炸弹 把它直接炸成粉碎 这下应该 什么 这能量炸弹 足以媲美大五行神雷 以我现在的实力 硬扛一击非死即烧 还好我进山 而且鲲鹏速度之快 瞬间白痴 否则真要遭殃了 雷遇神道 开 大人 让我一命 我有很多重要情报 死 阁下 我们还是可以商谈一下的 神缘刀 线 战神之刀 只有玛雅族最古老的长者 才能施展的最强精神秘法 你怎么会 斩 我族即将从星空中回归 诸多古老者急阵归来 地球会化作星域战场 重演上古一战 上古一战吗 那我也会竭尽全力 护住这个星球的 小凡 你是成神了吗 神其实是一种道路 我走的是仙道 与神道不同 实在要说的话 我现在应该算尾神或半神吧 那神道与仙道 哪个更强 同境界中说不出数强数弱 各有优劣吧 陈北玄 你真是太帅了 陈天然 你是我的武侠 小球 我们回家 飞走了 太浪漫了 师父 臭小子 你这次舒服了 搞了个大新闻 有没有想过 我们有多担心 你就给我抓 核弹都被炸死你 现在说疼 你知不知道 核弹爆炸的时候 我们的心 都踢成什么样子了 妈 安姐姐 放心吧 我这辈子 都不会再让你们担惊受怕了 这回口头哄你妈开心 你有本事 和小球把婚结了 让我早点抱孙子 到时候 你爱干嘛干嘛去 死外面我都不管了 好 好 结婚 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 一不小心 我和北琼派 他就会万劫不复 想在地球上 能够威脅北琼派的 基本上没有了 去除了后顾之忧 我才能真正动神离开地球 而在离开前 给小琼一个交代 让父母和他安心 显然是必要的 不过 布鲁克最后的留言 是什么意思 让我看看他记忆之中 有什么信息 原来智者 确实是古玛雅族后裔 玛雅族在尖语之战中溃败 逃离了地球 流下了一只血脉 与人类通婚 形成了智者一族 奇怪 既然玛雅族要归来 他们为什么还要离开地球 我族将归 大战预期 重演上古一战 在地球的后夜 做好准备 原来他们是得到了这段信息 等了一百年 但一百年对这些不能长生的智者来说 是蒸蒸几代人的生死 他们实在当不及了 难怪我多年后归来时 没在地球上碰见血族和玛雅战舰这些 说不定他们久等不至 已经离开地球了 又或者战争爆发又平息了 最后我遇见的 是一个战争后 被篡改过历史的地球 小凡 婚礼月期我们已经看好了 就定在八月三十当天 邀请一些亲朋好友 以及陈家方家的人就可以了 咱们要是搞得很盛大 恐怕整个东山都不够用 但婚礼的现场放在哪 东山屏又或者珠海 这个不用担心 由我来解决 太气派了 没想到我们永生之年 能见到这一幕 这里随便拉出一个人 身价都是你的百十倍之上 你女儿女婿可比你强多了 不能比不能比 人家是仙人吗 小熊能嫁给他 是我方家祖坟冒烟 小凡 我爸他们想来看看小熊 胡周苏家 外公和小小姐来可以 其他人 与我们无关 老朽前来 祝贺陈天仁与小熊新婚快乐 也是来给两位赔罪 来了就是客 其他的以后再谈吧 小凡 秦家 肖家 韩家 等大家族组长 正在东山外候着 赶出东山去 我臣家不欢迎他们 吉时到 准备行礼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离城 哎呀 家偶天城 真是羡慕呀 你们俩也老大不小了 是该找了 王爷 哎呀 飞飞来了 哎呦 飞飞真是越来越好看了 嗯哼哼 帮琼姐 祝你新婚快乐 谢谢 前辈这一战 为我滑下花来几十年太平 情仓感激不尽 我走之后 照顾好我父母 前辈请放心 只要我有一口气 您珍重的人 就必定平安无语 妥却诸位来参加我和风球的婚礼 接下来诸位自便 我和小球就先失陪了 师傅 你要去哪 吉正和市长动房吗 去进行我们俩真正的婚礼 啊 我们这辈子无论怎么努力 都不可能追上他的背影了呀 哇 简直太奇妙了 真好看 小凡 你为什么选我呢 飞飞还有你那几个女徒弟 都不比我差 和你关系也很好 难道就因为我们俩小时候认识 那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关于北玄仙尊与子琼仙子的故事 我曾经答应过要把这个故事讲完 你要听吗 嗯 竟然是这样 你上一世 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想到你我就不苦了 那都是我曾经的遗憾 我想弥补它 让你们不再遭遇上一世的过错 老公 我们回房吧 好 陈北玄 出来领死 老婆 你再休息会儿 有人不请自来 我先去处理 嗯 千万小心 陈北玄 我等了我等了你一夜 过来领死吧 汉室帝仙 不错 本尊正是天雷宗教主 汉室帝仙 我在你山门外 等了你一夜 如今你心昏燕耳 只得意满 趁该死去 你报我天雷宗弟子 与副宗主之仇 陈前辈 陈前辈 快走 汉室帝仙 动用秘宝 穿越仙门 此二人盼我昆虚 被我大叫 暗律 能诛灭满门 小五 招人 千叶雪 身为雪神宫神女 却投靠敌人 我将你捉拿 带回昆虚 看雪神宫主 如何处置 不好 有大敌来袭 我等去相助陈前辈 你们立刻开启青龙大阵 雷宗主 你怎么来了 宣文不是已经封闭了 我若不来 怎么知道你背叛昆虚戒 导致雷行与天明等人陨落 你等着回去 继续斩尖台审判吧 你的确是千百年难得的天才 可惜你不该挑衅我昆虚大将 我昆虚仙门拥有的力量 那是你们这些世俗之人 一辈子无法企及的 小凡 陈前辈 太恐怖了 这就是昆虚戒真正制强者的威能吗 三招 你若能挡我三招 我不杀你 大言不惭 不要说挡你三招 便是三百招又如何 你若能让本尊一动分毫 就算你 铁验 叶兄 替我护住北穹阁 紫殿狂盗 哈哈哈哈 这乃是我宗祖师打造而成 你用他来攻我 浅之一笑大方 第一刀 第一刀 这是 一个凡俗戒底线 竟然有如此淘天之能 他不是出入底线吗 怎么法力如此恐怖 甚至比我还要雄虎版分 呀 灭魔 神雷 太巧了 第二刀 该死的 死剑 名为天罚 乃是我宗祖师天雷真君 才昆虚戒九层天外的青刚之雷打造 乃天行罚 执掌天道 去 怎么可能 我堂堂天雷宗宗主 仁虚戒无上巨头 还手持准灵宝 怎么会败给区区一个凡俗界的人 哼 你手中的若是灵宝 还能与我过上几招 灵宝乃是一个大宗的镇教之宝 跟生死关头 不可倾斗 天雷法身 没想到你竟然还有法身之术 可惜只是个九流法身 怎能当我 阵 什么 再斩 完了 我要死了 赶紧逃 逃不掉的 那么强大的汉室地心 竟然被陈前辈打得爆头鼠窜 陈前辈的强大 已经远超我等想象 天雷法身 天雷炎 赤雷决龙手 陈北玄的阵源太恐怖了 跑压的死死的 可恶 尹 陈北玄 你莫非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 狗骚 死吧 不好 是天雷宗的阴阳二相雷 雷力足以毁天灭地 找死 这样都没死 他肉身到底强到什么程度 猜救我一枚 那是什么 不好 逃 破 你就算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要杀你 可惜啊 还是差了一步 若在昆虚界 我请出宗中至宝 必然可以斩你 你便是手持灵宝 我依旧可杀你 陈北玄 你确实是万年罕见的奇才 但这天地 终究限制住了你 你此时修为一道顶顶 再无进步之路 你说再多也救不了你 哈哈哈 不 我的意思是 等几年之后 闲门正式开启 我昆仑须仲先踏入凡尘 你必死无疑 废话真够 废话真够 这一招不错啊 你没死 我在混元神雷 只有天仙之体才能抵抗 你才刚迈入地线 金丹 金丹之区吗 我还不是 带你接近呢 陈北玄 我回来 听说了吗 汉氏地仙的神盘破碎 遇落在世俗界了 我的天哪 从天明子到雷行地仙 现在又是天雷宗主 这世俗界 难道是龙堂虎穴不成 终于再次听到世俗界的消息了 不知道燕舞和陈凡他们怎么样了 陆燕雪 藏金阁还未打扫干净 你还不快去 是 齐师姐 一个世俗界的凡人 也敢入我雪神仙宫 师姐 慎眼 人家可是极品兵岭根 天人苗子 他能成地仙 我还白日非生呢 太可恶了 不如我们直接动用各教阵教制宝 强行劈开仙门 杀入世俗界去 不错 各宗各派都有精英弟子死伤 死伤不可不报 我天雷宗愿做第一个 各宗回去准备 当仙门重启那天 就是我昆虚众仙 踏入世俗那刻 是 我修为还是太低了 不成金丹 根本无法抵抗这些空间乱流 还好我修成了吞天图 演化鲲鹏法相 可以强行破开空间 勉强让我穿越两间 开 总算是进来了 好充沛的灵气啊 我有多久没有感受到 如此浓密的灵气了 以我现在的修为 强行穿越空间通道 还是太勉强了 体内经脉断了大半 连无间不摧的玉骨也出现了缝隙 好在青帝长生体以恢复能力强悍著称 这里木系灵气又如此充裕 最多三个月 我就能恢复原药 哼 等我恢复修为那刻 哼 就是昆虚界众仙 溺亡之时 父亲 那里灵气汇聚 是不是有灵药出事啊 秀儿 你慢点 小心凶兽 呀 怎么了 他 特别穿衣服 晚辈其木风 携幼女秀儿 拜见仙师 起来吧 我因为与大敌交手受了重伤流落于此 这里是何地 你们又是什么人 启禀仙师 这里是昆虚界的芒谷山脉边界 我们来自芒谷山脉外的祁山城 我父亲是祁山城城主 祁山城乃是东河派名下的城池 仙师来祁山城 按律应该报给东河派的各位仙长知道 东河派 没听说过 比起天雷宗清玄道如何 天雷宗清玄道 唯我昆虚大将 传承数千年 有巫上巨头坐镇 东河派只有东河帝仙一位仙人 莫非仙师来自天雷宗或清玄道 算是吧 我倒是长了他们不少人 在下斗胆请仙师到我城中休养生息 也好 仙师大人 您叫什么名字呢 陈北玄 陈仙师 你见过真正的仙人吗 仙人长什么样的呢 这孩子 真是像极了小五 不知道昆虚界还有没有黑水门的弟子 若能遇见 我定要照顾一二 城主大人 秀爱小姐 陈仙师 这是我齐山城的护卫首领 齐东 齐东 这位是陈仙师 你万不可怠慢 是 仙师 你这衣服品味可真不怎么样 到来城里 我给你找些好看的衣服吧 好 仙师 仙师能来做客 我齐山真是蓬毙生辉呀 在下齐东 敬仙师一杯 不知 仙师来自河门河畔 修为如何呢 齐东 不得无礼 这是上宗仙师 陈主大人 上宗仙师 怎么会来我们这 昆虚边界的祁山小城 大人不要被什么散修之类的给骗了 你在怀疑我 若陈仙师真来自上宗 齐东一定行大礼 给仙师赔罪 不错不错 言之有理 上宗修士怎会来我这祁山城 连东河派的仙长 除了每年收取供奉外 都懒得来此 我看他修炼时的意象 以及一手招来法袍的道术 才认为他是仙师 莫非 这人真的是欺骗我 齐东你什么意思 你是指陈仙师是骗子吗 秀儿小姐 你还小 容易受奸人欺骗 若陈仙师真来自上宗 请取出上宗令牌 每位上宗弟子 都拥有宗门令牌 昆虚戒之大 无人敢冒充 怎么 拿不出来了 拿不出来 你就是欺瞒城主 假冒上宗弟子 赶紧滚出我骑山城 否则别怪齐某手中利剑了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质问我 你 滚 齐东可是骑山城第一高手 半步划境啊 就这么一坛只败了 仙师 真正的上宗仙师啊 仙师恕罪 是指齐东太过无礼了 仙师好本领啊 我敬您一杯 先生 我先干为敬了 朱尉请 让其目方 和那个冒充上宗的术士出来 三位仙长为何不告而来 也不通知小人准备一下 供风前段时间刚喊过 莫非还要再收 其目方 你坐下统领 举报你府中有一个冒充上宗仙师的骗子 还不快把他交出来 齐东 你什么意思 我只是不想让城主再受奸人蒙蔽 你怎么 看来上一次的教训有点轻啊 就是你冒充上宗弟子 长得不错 可惜绣花枕头区区凡人罢了 冒充上宗仙师骑蛮城主 暗律当斩 过来跪下灵死 仙长荣禀 陈仙师确实有法力神通在身 或许并非上宗 但必定有传承来头 我等决断 哪有你说话分 天天 我天天只是说了句话 你们就像如此重声 东河派都这么蛮横吗 放肆 若再敢言 直接图了你齐家满门 换一人当着齐山城主 根本就是东河派 对齐木峰不满 想要趁机换一个听话的城主啊 早告诉过城主 对来收供奉的仙长要多加礼敬 多给钱粮和灵石 他偏偏性格方丈 这不就引来报复了 原来弟弟这城主看似尊贵 却在这些宗门弟子眼中 如脑椅一样 可以任意念杀 怎么办 谁能来救救父亲 啊 陈仙师 怎么 现在求饶 晚了 你若跪下给仙长们扣九个响头 仙长们说不定大发慈悲 饶你一条小命 我在想的是 到底谁给你的胆量 让你这样作死 够了 你这奸人 想做什么 啊 道友有些过分了吧 无论如何 齐东终究是我东河派麾下的人 跪下 给其城主和小秀儿磕头道歉 我饶你们不死 大胆 阁下确实法力高强 但我东河有帝仙作阵 任你再强 莫非能敌得过仙人不成 我让你们 跪下 帝仙 你竟然是帝仙 齐城主 是我等鲁莽失礼了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我等吧 这是我收集的灵丹 求修儿小姐原谅 哈哈哈哈 这是真正的上宗仙师气度啊 我齐甲石来运转了 仙师 我们已经道过歉了 可以走了吧 我说过道完歉就让你们走了吗 天元草 九凤龙弹果 冰破雪莲 这些可都是宝药或准宝药啊 也就几大上宗或禁地中还保存着 我们师兄弟这辈子都还没见过 这也不知 那也不知 要你们有何用 等等 陈仙师 那冰破雪莲我听过 据说 是在雪神宫深处 看来去雪神宫时 得去后山一趟 滚吧 之后陈仙师若离开了 可齐山城 可挡不住东河派仙掌们的怒火呀 爹爹怕他们干嘛 就算陈仙师离开了 我们还有姐姐呢 姐姐可是上宗会员们弟子 等姐姐回来 直接灭了东河派 唉 你姐姐终究离得太远了 父亲 我回来了 姐姐 勤威 你回来了 我路过齐山 听说有贵客降临 所以特地回来一趟 顺便带走秀儿 不知道有是河宗河派 七大上宗的河新弟子 我都认识 为何之前从未见过你 我闭关浅修 鲜少露面 你没见过很正常 此女已经达到神境巅峰 与千叶雪不相伯仲 必然是混元门嫡系真传 是吗 大师姐 我们已经警告过东河派 他们宗主向我等保证 绝不会再骚扰齐山城分毫 姐姐 你真会员门大师姐了 大师姐在三年前的宗门大赛上 灯灵第一 已经被长教收为关门弟子 等灯先后 就要传以宗主之位了 我七家要出针锋了 东河帝先已存世四百余岁 没几年好活了 他此时只求门派传承下去 绝不敢再招任我齐家 父亲放心就是 秀儿 你去收拾一下 准备随我去赴九月九的兰台之会 到时候 昆虚各教的精英弟子 都会齐聚怒龙江边 论道斗剑 抢夺魁首 与怒龙江先缘 我也可以去兰台之会 太好了 可是 我很想拜陈仙师为师 陈仙师真的很厉害 秀儿 罢了 你也随我等一行 以你修为 勉强可登兰台一关 我就不 去吧去吧 陈仙师也去嘛 行行行 我跟你去 陈仙师最好了 既然来了 喝不尽了 陈北璇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曾是绝代天人 横扫当事 我查了七大上宗的所有弟子名单 并没有你的名字 但无论你出自何处 都离我妹妹远一点 我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是混元门未来的长教 你不过是想攀上这层关系吧 哼 我可不信你真是冲着他那普通的修炼天 天赋要收他为徒 哈哈哈哈 齐轻威 你太高看自己了 我陈北璇纵横天地 从不曾靠过女人 更何况 你以为自己的修炼天赋 远胜于你妹妹吗 我二十岁修成深海巅峰 岂是绣儿能比 我如果告诉你 齐绣儿的天赋 百倍千倍胜于你 未来便是天仙也不在话下呢 胡说八道 蓝台之会你小心一点 若招惹了上宗 我可救不了你 陈仙师 难道宇宙中真存在无数星辰 有无数能以山倒海的真仙吗 他们比起青玄道主又如何呢 便是一万个青玄道主 又怎么敌得过真仙的一根手持统 胡言乱语 哎 星辰的 你也就吹些牛皮 骗骗小姑娘罢了 抱歉你们这么说 无须理会他们 经底之蛙 怎知天之浩渺 陈仙师 他们都说我只是火系杂林根 未来只能在门中找个精英弟子嫁了 怀孕生子 可我也想像姐姐那样 傲气凌云 和各教真传 凭背而交啊 小丫头 你是朱雀神脉 未来注定会登临九天 与万族天交争风 我是朱雀神脉 朱雀为火系至尊 无上神兽 却被朱雀神脉成 必成化神 反须有望 甚至可以 一窥真仙 真 真的吗 陈仙师 我会用功修炼的 据说这一代 天纵之才辈出 只是可惜了天明子和清玄寿主 都陨落在了世俗界 清夜学也不知所踪 没了他们 我昆虚界依旧天交无数 雷阴山的李问禅 修成了金刚不坏之体 血神宫首席白素仙 与千叶雪的实力在伯仲之间 混元们大师解其轻微 一身混元无极尽 更是力压当事 更不用说清玄道焚天谷 天雷宗各有嫡系真传 我昆虚天交辈戳 当他们都登临天人 俯瞰当事时 据说怒龙江中有一头白胶已经休息千年 每隔二十年会出江一次 对月祭连内丹 若能吸食到他的丹气 就能省下数十年苦修 可惜数百年来能做到这寥寥无几 只有当年的清玄道主和长河剑仙夺过白胶的丹气 陈仙师 我要是能像长河剑仙那样 一剑断疆 逼得老骄吐出丹气供我修炼 那得多威风啊 长河剑仙实力一般 你以后别学他 长河剑仙为清玄道剑手 是何等绝世人物 你竟在此大言不惭 是天雷宗的武藤山 听说他脾气凶残 动辄杀人 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武藤山的实力雄厚 而且凶残是杀 这人竟敢当众挑衅他 就让我来教育一下 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武藤山 他现在是混员门的客人 你没有仇怨 等出了蓝台再清算吧 好 我给骑士姐一个面子 等出了蓝台 看我不把你四肢打断 修为全废 看在秀儿的面子上 我帮你这一次 别再不知死活的挑衅 陈仙师 那武藤山据说凶残无比 最喜欢折磨人 被他盯上就危险了 要不我再去求求姐姐 让他警告一下武藤山 你放心 连长河剑仙都不是本仙师对手 何况什么区区武藤山 陈仙师也太自信太高调了 哥达将的金屯弟子来了 那是南国公主 哇太美了 他父亲是昆虚南狱的一方巨套 更是帝仙中企 他一身修为 不会比武藤山的人弱多少 是李问禅 据说他的金刚不换身 已经大成 没想到昆虚第一世家 分天谷的紫天玉也来了 他可是紫家这一代榜首 丝毫不虚色大叫首席 快看快看 那是雪神宫的人吧 太美了 天啊 不愧是昆虚第一大叫云天宫 连飞云阁都拿出来 给门下弟子使用 啊 龙尾手的是 昆虚见年轻一代第一人 弟子 诸位道友 请来蓝台一会 好 本君都要看看 你弟子是不是真的当事无敌 阿弥陀佛 小子 等你五爷爷夺得魁首 下了蓝台 就好好料理你 陈仙师 我们还是快走吧 趁他们上了蓝台 短时间内不会下来 唉 走不掉了 小子 你别想跑 胆敢招惹五师兄 你死定了 我没想跑 恰恰相反 我想看看那个武藤山有什么能耐 竟然敢威胁我 小丫头 你不是想看看蓝台之会什么样吗 我带你上去 神经 那又如何 一样都是为五师兄暴揍的结局 秀儿 你快过来 你怎么上来了 你不知道上了蓝台 就被视为魁首的竞争者 可以随时被人挑战吗 我也不知道 陈仙师说 带我上台来看看 真是不知死活 我看等武藤山找他时 他拿什么收场 你待在我身后 他们看在姐姐的面子上 不会挑战你的 嗯 好的 陆燕雪不在 等蓝台之会结束后 再去问一下陆燕雪的行踪 快看 七大上宗和焚天谷子家来人了 白道友 我听说你雪神宫 曾在世俗界带回一女 可有此事 确有此事 世俗界诡异莫测 连汉室帝仙都陨落了 七大长教 要你对那世俗女子搜魂 彻底了解世俗界的情况 谨遵法旨 陆燕雪 谁叫你是世俗界的人呢 蓝台之会正式开始 小妹先来抛砖引玉 想领教一下雪神宫绝血 请 雪神宫第二果然不凡 是我输了 承认 我的修为和神体 在这澎湃的灵气滋润下 差不多快修复了 陈北山 我来挑战你 堂堂天雷宗的天家 竟然去挑战一个无名小辈 简直丢天雷宗的脸 他爹太上长老 不就以阳子必报著称吗 怎么怕了 你若怕了就给我认输磕头 然后从蓝台上跳下去 从此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这位道友 蓝台之上不能拒绝挑战 你若不愿迎战 可以就此下蓝台 退出魁首之争 懦夫 罢了 到此为止 这小子口出狂言 在下面辱及长河界仙 我岂不过 自然要教训他一顿 让他知道 大教 以及上心威严 哦 果真如此 长河界仙是我清寻师长 小辈竟敢如此放肆 姐姐 是他自己不知死活 我救得了他一时 救得了他一世吗 长松道有莫及 若有一战 那也得先让我来 刚才是你在叫嚣 你从山下 细植在我面前放肆 我懒得理会 莫非你真以为 我陈北轩好期吗 屈你又如何 什么 停 停 怎么可能 我竟然无法挣脱 这无形的心力 混蛋 你放开我 我发誓 我会把你抓起来 用天雷轰击一千年 让你神魂 他的实力 竟然如此强悍 道友 斗法论道 抢救不伤颜面 还是先放了武师兄吧 不错 武藤山终究是为我宗长辈出头 道友若想战 我可以陪你 放了武藤山 重新比过 对 放开我 老子刚才是被你偷袭的 重新再战一场 看我的神雷 我把你尿都轰出来 大胆 道友莫非欺我七大圣宗如人吗 陈北轩 你又不是杀了我 老子只要让我脱困 我一定图你满门 是吗 那好吧 你想放了我 万 你怎么敢 那个是天雷宗太上长老的宝贝儿子 这下麻烦大了 小子 谁给你的胆量 敢杀我宗天骄 不服 那就过来临死吧 我的伤势已经恢复了 加上体悟 怒龙江的意境 修为攀升 已经到了顶点 只差一层际线 就可以打破天人屏障 重返先天了 好胆 上人 蓝台之争 自有蓝台解决 外人不得插手 不错 上人乃是地先尊者 一旦插手 就坏了规矩 我辈争端 自有我辈了去 好 你们谁先来 陈北轩 你别太狂妄 武藤山在我们之中只能算是垫底 你真以为你可以立押全城 谢 藏山剑法 宇柔现在认输 我可以保你一命 齐青薇 你看到的天空太小了 永远不知道外界的广阔 今日 我且让你看一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无敌 这家伙 现在还在吹牛 陈先生 去 之前山武藤山还可以说是他偷袭 但现在 阿弥陀佛 我怎么 зал 我等来会不会传道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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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вые 马上 等来会不会传道友 谢谢大家